全球繁體中文版執行長 我是哈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執行長 雅瑪麗 歡迎來到 哈佛商業評論的導讀時間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 我們最新出刊的 4月號 哈佛商業評論的出刊 我們的封面故事是 獲利如何顯中求 那麼基本上 我知道台灣有許多的讀者 他們都認為哈佛商業評論 是來自於西方最好的 美國最好的大學哈佛大學 下面商學院的出版品 叫做哈佛商業評論 那所以它裡面的文章 可能所探討的 都是西方世界的案例 以至於就會認為說 跟台灣沒有相關 那是這裡我要跟各位來說明 就是說雖然哈佛商業評論上 我們的中文版頭 七層到八層 都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 原文的內容 但是它所描述的情境 雖然它用的個案是西方世界的個案 但是它所描繪的企業 所面移的問題 情境其實是非常跨國界的 就是說你企業面移到經營管理 或者是接班傳承 創新 組織架構等等的問題 其實是跨國界 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 那這也是為什麼哈佛商業評論 除了它的英文版之外 它在全球十幾個國家語言的版本 除了我們的中文之外 它還有日文版 韓文版 法文版 德文版 俄羅斯語版 西班牙文版等等 那麼所以 這個我在這裡導讀 就會很希望 跟各位讀者來做溝通 那麼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這一期四月號哈佛商業評論的封面故事 叫《獲利如何顯中求》 那這一篇文章的作者有四個作者 其中有一個作者來頭非常的大 那是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經常閱讀財經書籍的人 你大概會對他的名字也蠻如雷灌耳的 那就是《快思曼響》的作者 也是2002年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康納曼 那他最新的著作就發表在這個哈佛商業評論上 那麼這一期他其實獲利如果顯中求 他其實要表達意思是說 經過了他們的研究之後發現說 絕大多數的企業的高管 高界經濟人 他們的投資決策都是非常的保守 他們非常害怕風險 但是這個長期下來對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那我又回到剛剛一開場有提到說 哈佛商業評論他的文章 可能他所探討的是西方企業所面臨的情境 但是這個情境其實是跨國界的 其實我覺得大多數的高界主管都相當的保守 對投資相當保守 我想這個情境應該也是台灣很多企業 所共同面臨的一個狀況 那麼康納曼這一組作者 四個作者他們要講的是說企業其實要take 要適度的採取風險投資 然後多做一些不同的風險投資組合 那麼長遠來看你才有辦法創造 比較高的附加價值以及比較高的獲利 那麼在這一篇文章裡頭 他一開始他有提到一個調查 就是有麥肯錫顧問公司 他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說他們訪問了全球 有1500位所謂的高階經理人問一個問題說 如果我現在給你1億美元去做投資 你有可能在三年後 這1億美元賺到變成4億美元 但是又很有可能這1億美元 在一年內全部賠光光 那麼請問你是要投資還是你不投資 那這個問題也要問各位現場的這個螢幕前的聽眾 你要投資還是不投資 那麼根據這個調查的結果是 絕大多數的高階主管都不願意投資 沒有人願意採取風險 那麼這個文章裡頭還提到第二個實驗 那就是有一個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他到美國一家這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全國的這個媒體集團去做一個workshop 一個訓練 那他也做了一個很小型的實驗 面對這個訓練的營隊 有22個這個媒體集團的高階主管 也是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讓你做某樣投資 他有可能在2年內賺200萬美元回來 但是他也很有可能在1年內 把100萬美元賠掉 那麼請問各位高階主管 你要投資 你還是你不投資 那各位也想一想 如果是你 你要投資 你還是不投資 那麼結果呢 這一項這個非常小群的這個研究調查 也發現說只有三個人 在這個22個高階主管中 只有三個人比例非常低 願意說好 那我們就賭一把來投資 所以從這兩個小小的實驗 跟小型的調查就可以發現說 絕大多數的高階主管都非常的保守 那所以這個康拉曼這個研究團隊 他們為什麼來寫這一篇 就來描述說 為什麼大部分的高階主管 都這麼的保守 冒險 以及呢到底組織 應該要設計一個怎樣的機制 就是讓這個投資呢 風險性的投資呢 可以更做完善的一些評估 而且可以真正的進行 長遠來看才可以幫企業創造 比較高的價值跟比較高的獲利 那麼在康拉曼他們的分析裡頭 我覺得很有道理的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高階主管不敢冒險 那是因為組織會把 到最後呢很多很多的組織 會把這個投資失敗的帳呢 算在這個高階主管的身上 所以高階主管就會害怕 萬一我這個投資做下去 好像是我做的 然後投資都賠光了 比如一億美元賠光了 或者是說一百萬美元賠光了 是我要負責 那就變成是說會影響到他的升遷 會影響到他的加薪 他當然就是不敢做嘛 所以康拉曼的團隊他們就認為說 應該要把這個投資的決策 放到一個更高層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很多公司 他其實平常都不太做一些風險性的投資 所以一個案子的失敗等於全部的失敗 所以他就認為說其實一個正常的組織 應該要多一些不同的投資案 所以如果是你有很多不同的投資案 比如說創投就是這樣的理論 我投資一百家公司 可能八十家是失敗的 只要二十家我賺錢 我就賺回我的 我的這個利潤就賺回來了 所以他不會很害怕失敗 但是當你投資很少 你只投資一家 你只投資兩家 或者你做一兩項新產品的開放 他失敗了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失敗了 所以這個風險也未免太高了 所以康拉曼的團隊也做了一些建議 就是說你的投資應該怎麼佈局 然後應該如何整體的來做考量 以及在一家正常的公司裡頭 他應該設立一個怎麼樣的管理委員會 來管理以及做績效的評量 來評估一個投資案的成功與否 而且要做整體的評量 而不是單一項的評量 還可以建立這個風險承擔的文化 不要讓所有的高階主管都很害怕說 我如果做錯一個決策 他就真的這輩子完了 所以這一篇文章其實我覺得 雖然是研究對象是西方的很多的企業 但是他可以跟本土的台灣的很多企業 我相信你們也有很多新的投資在進行 比如說要不要併購一家公司 要不要開發一個新產品 要不要做一項新的服務 一投資下去可能就是一筆金額 那到底要做還是不做 你們要做評估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放 不要只看單一的投資案 而是可以看整個企業 全部的一些投資案加總 然後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委員會 來做整體的評估 那這一篇文章 有非常詳細的報導跟分享 那希望這一篇文章 也對很多的企業經理人也好 或是負責人也好 有很好的幫助 謝謝大家